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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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妈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说刘充没有给他发定位 他说他刚打了麻将要准备去接 但是没有给他发定位 然后现在打电话打不通 然后我跟他妈一起 一直在给他打电话 一直看电话 4点半的时候他才回过来 说说在那个初中同学家喝醉了 然后后面后面他也回他妈了 然后他妈去接的刘充 他的妈接到刘充 接到刘充之后 然后还给我 然后6点多的时候 还给我发了一张刘充的照片 刘充躺了他们家 他们家不是那个吗 楼中楼吗 副室的 就是他妈跟他哥都把他抬不上去 然后直接在那个楼下给他打了个地铺 让他在那里睡 还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说 别担心 陈绿已经安全到家了 我跟他哥都抬不动他 我们就让他在楼下睡了 你不用担心 明天他起来 我要好好训他一下 一个小孩子 怎么能喝这么多的酒 他说你在成都也要好好帮我看着他呀 然后今天今天起来 今天起来了之后 今天起来之后 我就回了一下他妈的消息 我说阿姨你好好说说他吧 然后然后他妈就拿着一架子 一架子去 一架子去 去那个 让刘充吃饭 因为刘充在家里也不吃饭 每天都是起床之后 先玩手机玩个两三小时 然后再吃饭 他妈因为他昨天喝酒 今天直接拿着一架子上去 叫他吃饭 然后训他说 我以后再也不准备喝酒 刘充还一直给我发视频 他妈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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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发视频 他妈就你拿着这样 你恰不恰啊 你就是用那个常商话 我又没太听懂 反正就是一直说 又不吃饭 又天天又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的 因为你不要命了什么之类的 然后刘充还让我去给他妈发消息说 你去跟我妈说一下 让他别打我了 打得我好痛啊 然后我说我有这个权利吗 他说你是我老婆呀 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我全家都听你的 然后我就去跟他妈说了 我就说阿姨您别打刘充了 我心疼 他都不想娃娃 他想你们干什么 他想我就行了 还得想你 还得想你们 我出现就好了 你们刷点米给我 跟刷给我们俩一样的 我出现了就行 我出现了也是 赚米也是一起的 还得想你 然后刘充跟我说 他说你跟我妈说了没 我说说了 但你妈没回我 他说 他说我刚刚也跟我妈说了 你在成都也老打我 你在广州我也要被打 在成都也要被打 我老是被打 我说吴宇死了 我说你就是该打 我说再不帮你了 神经病 他跟他妈也说 我在成都老打他 他说他在广州被打 在成都也要被打 他就该打 他就很欠打 昨天他妈不是 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吗 就问刘充没发定位 给他问我知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他妈 他妈后面还跟我聊了一会儿 聊了大概四五分钟吧 他就说刘充在成都也这样 也这样吗 老是喝的烂醉什么的 我就说没有啊 我说我们饮料 已经很久没有出去喝酒了 在成都不这样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他喝醉的脾气不好 我说是 我说他喝醉的跟两个人一样 他说那他正常的时候也这样吗 我说没有啊 正常的时候脾气还挺好的 他说 哎呀 我自己的儿子 我自己的儿子 我了解他脾气什么样 他是不是老跟你吵架什么 我说 我说还好吧 我们 我们最近没什么吵架 然后他妈就说 哎呀 他脾气不好的呀 但是呢 他也 他又喜欢跟你在一块 他也喜欢 你也喜欢跟他在一块 你们家每次吵架 他就心情不好 我都知道 他说你们两个 都喜欢跟对方 在一块 吵架又心情不好 他说 但是我儿子的脾气我知道 他肯定是他老 老老老让你生气 他妈昨天跟我说这个 你们都听到了没有 我也不然再讲一遍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事情我还没有分享 我不分享这个事情 我好难受 刚才没听到 那我再讲一遍 就昨天他妈 他妈不是给我打电话 说牛从没发地位给他 他不知道去哪街吗 然后 他中途跟我聊了三四分钟 他妈就说 他在成都睡也老 这样把自己喝得很醉 我说没有啊 我说我们在成都 已经很久没去喝酒了 他说 哎呀 他喝醉了跟 他喝 他说他喝醉了跟两个人一样 我说对 他喝醉了脾气很大 他说 他说那他 那他正常的时候脾气 是不是也不好 老跟你吵架 我说还好吧 没有老实 他说哎呀 我自己的儿子我知道 他脾气很不好的 他说那你 他又喜欢跟你在一块 你也喜欢跟他在一块 但是你们每次一吵架 他心情就不好 我都知道的 他心 他每次都那副死样子 心情不好给你吵架 他说又喜欢跟你待在一块 怎么 tipo 你没说 感谢观看